边国力亲自去商杀秘密 要查电梯反转事故的原因 开门见山向经理讲明 这是人为制造的 有人故意把电梯翻转 趁乱踩断胡大军母亲的腿 经理带他去看监控视频 还去找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工作人员面面相去 边国力一一询问得知他们都去做足疗 心里充满了疑惑 边国力只好先去调去监控视频 让助手全部拷贝下来带走 边国力接到去胡大军家里 调查取证的同事的电话 得知胡大军母亲口口声声称自己摔断了腿 边国力断定这是黄四海家人收马了他作伪证 只能从监控里寻找有力证据 经理一直凑在门口偷听 结果被边国力当场逮到 边国力认定他故意把工程部的人都调走 便踢随后就出了事故 他试口否认 还百般辩解 边国力当面揭穿他的阴谋 还扬言要放出风趣 就说他泄露了此事的真相 经理顿时傻眼了 自从冯森和熊绍峰谈话以后 熊绍峰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只能偷偷藏在地下车库等正双雪 正双雪让他找借口去监狱安抚黄四海 也好给黄宇宏一个交代 以免黄宇宏给张友诚找麻烦 熊绍峰面有难色 因为冯森正在调查黄四海 他担心冯森揪住把柄 正双雪深知冯森六亲不认的个性 劝他不要和冯森正面冲突 熊绍峰还是犹豫不决 正双雪鼓励他放手去做 答应帮他拖底 张友诚邀请冯森来家里商量张艺伟的事 张艺伟根本不当回事 还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张友诚大为恼火 正双雪去接邓耀先回家开会 邓耀先拿来鲁春阳整理的万财妹的录音资料 还有张艺伟和多名女性亲热的照片 正双雪气得咬牙切齿 认定这些人就是想败坏张艺伟的名声 进而搞垮张友诚 他不想坐以待毙 邓耀先劝他冷静处理 透露了黄与红贿赂熊少峰一千万 正双雪一下子方寸大乱 只能硬着头皮先回家 反复叮嘱邓耀先帮忙隐瞒张友诚 冯森准时来见张友诚 张艺伟极力讨好他 正双雪向冯森隆重介绍邓耀先 冯森当面指出张友诚想给张艺伟开后门 不禁为沈广军名不平 张友诚连连解释 他已经派巡回调查组 重新整理沈广军的案子 恳请冯森和邓耀先为张艺伟的案子出谋划策 邓耀先详细讲述了 乔宜控告张艺伟强奸的案子 冯森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因为张艺伟没有答应和乔宜结婚的请求 导致乔宜出而反而 冯森担心乔宜手中还有微信聊天的备份 当无知急是张艺伟找乔宜和白晓莲确认此事 张艺伟对他的分析心服口服 答应明天就去找他们俩 临走前张友诚去送冯森 冯森提醒他要提防身边的人 尤其是邓耀先 冯森觉得邓耀先的眼神不对劲 黄与红布局陷害张艺伟 恰恰正是黄四海过失杀人的认定有问题 张友诚答应会全力支持他 调查沈广军和黄四海的案子 把牵扯其中的内部人员全部揪出来 冯森触紧生情想起妻子这伟丽被害的事 他至今没有查到真凶 郑瑞不但不认他 还赌气把性改了 张友诚对他好言相劝 冯森走后 张友诚刚到家门口就听到 郑双雪拜托成名中办事 张友诚赶忙打断他们 亲自做不易 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